现在 只要公司一开会 他从来都不听我说话 我一发言 他转身就走 我一发言他转身就走 现在公司都快成个笑话了 只要我一说话 就等于宣布提前散会 你明白吗 你不把我当人看啊 那我也不把你当人看 不就有几个臭钱吗 有什么找不起的 英俊 你别说了 起来 你松开我 我告诉你啊 明天 我就去找你爸这个老东西 跟他算账 英俊 你喝醉了 我不跟你计较 如果你清醒的时候 这么说我爸爸 我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我爸爸他已经做得够多了 你别忘了咱们俩结婚的时候 他多反对我们俩 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幸福 我们应该去珍惜 我觉得你在工作上 更应该多努力 而不是去抱怨 我来教训啊 连你都正好跟我说话了 是不是 你弄疼我 你干吗 谁教你这么说话的 你松开 谁教你啊 连你 谁教你这么跟我说话的 你松手 爸 妈 孩子 没事吧 咱们这 马云军 你在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刚才不这挺狠吗 来啊 我倒要看看 你小子有多大的能耐 你来 我早就说过 你对田田好 我就会对你好 你要敢欺负他 我就会让你变得一文不值 生不如死 好 来啊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生不如死 我都不如去死 你 别动 老天 冷静冷静 冷静 我记得 我记得 这孩子 唐英俊 今天你喝多了 我改日再说 嗯 田田回家 走田田 咱们回家 走 你说完了 该我问问你了 问问你啊 是不是 你一直都瞧不起我 是不是在你心里 是个人都比我强 你说得没错 你说得没错 你没有做出任何让我尊敬的事 我 我细节不够 我 安前马 我给你干了三年 你信任过我吗 你信任过我们部门吗 你知道公司那小店 你能怎么传闻吗 他们说 你能够失业 都不会来我的市场部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都是因为你个老东西 老玩虎 英俊 英俊 天天 心胸狭窄 这是给我的第一印象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真是树木寸困 给我滚 看 你去 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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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你和李特干吗 你不算 爸 妈 她是我丈夫 天亮 你给我回来 你说这孩子啊 这刚才还给他 还要给他提职呢这 心胸狭狭的人 运气不会站在他这边的 真是让我失望透颖 娘俊 娘俊 对不起 我替我爸向你道歉 天天 别这么说 别受对不起的人是我 不 天天你 你真的是一个 特别好的女孩 你不敢爱上我 道歉 我让你失望 又天天 你听我说 我从来都没有 后悔过爱上你 我就是爱你 好怕了 你回家跑了 我才是个人静人静 我要跟你一起走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走 我不放心 干什么呀 你真的不着急呀 为朵朵的事 是 是 人家朵朵让他爸爸接去了 你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让他爸爸接去了我放心 可这事不能总这么下去吧 女儿女婿为了孩子的事 老这么僵持着 谁家是这么过日子的 你操什么心呢 人家两个人都离婚了 可是我觉得 他们俩还是有感情的 有感情还离婚 会不会真的像梁子说的那样啊 梁子说什么 说他姐姐在外面 在外面有人了 梁子的话你也相信啊 那他们为什么会离婚呢 那他们为什么会离婚呢 说不定真叫梁子说终了吗 好了咱们别乱裁了 等会儿麦子回来 咱们去问问他 你去问 干嘛我去问呢 这是女孩身上发生的事 当然得你去问 我不能问 要是男孩身上发生的事 当然我问 不要你问的 这叫男女有别 麦子回来了 你待会儿别忘了问问他 麦子回来了 回来了 麦子 你等一下 妈想跟你说句话 我累了 你说吧 我进去了 你过来 什么事啊 麦子啊 你能不能告诉妈妈 到底谁 是你和腾飞之间的第三者 什么 我和你爸爸一直想知道 你为什么非要和腾飞离婚呢 你总得有个原因吧 我跟腾飞 三年前就离婚了 而且我是跟他离婚之后 才出的过 那 那三年前也应该有个原因吧 妈 你就别愤了 我没有外遇也没有第三者 在国外这三年 我把我的后半生都想清楚了 我把我的后半生都想清楚了 今后我就一个人带着躲躲过日子 不会在家了 麦子 我问你 你跟腾飞 到底有没有感情 有感情 没爱情 我要的你就是这句话 没爱情没关系 有感情就好办 从现在起 你就应该站在感情的基础上 培养爱情 爱情是可以勉强的 这不是勉强啊 爱情可以培养啊 你们只要把感情 把爱情培养出来 那你们就可以复婚了吗 看来我不得不说了 什么事那你说吧 说出来我们一块儿听听嘛 对 说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 真的要听吗 对 说吧 好 拿我说 但是说之前我要先做一件事情 干什么 喂 一二零妈 麻烦你们拍一辆救护车 倒兵河路 五号楼二零一时 有人可能会突发心脏病 我麻烦你们快一点 你妈这不是好好的吗 我怕我说出来我妈说刺激 你 说吧 孩子 爸 爸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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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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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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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妈 你跟我说句话 你真没事啊 找我的 你好 哪里是病人 我是病人 你这不是挺好的 妈 妈 大夫 什么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不好意思啊 我一着急就打了120了 爸 你呢 你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事 真的没事 嗯 你们这样做事情可不好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刚才真的很担心 他们俩身体不行 所以一着急就打了120了 不好意思啊 虚惊一场了 妈 你真的没事吗 大夫就在这儿了 有什么不舒服就跟大夫说 不行我们就去一趟医院 不去 不去医院 嗯 没有不舒服 您确定您真的没事吗 要不要我们再等一下 用不用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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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我按规定给你们付费用 妈 你等我啊 嗯 来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感谢 谢谢 慢走啊 爸 妈 你们真没事啊 没事 没事 那我就放心了 还有点事我要出去一趟 你去忙吧 妈 别着急 不管什么事咱们都能解决 嗯 等我回来啊 嗯 老头子 快 快扶我一趟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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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梁子打电话去 哎 这梁子快点回来啊 啊 啊 喂 哎 爸 什么急事马上回家 什么事啊 啊 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 你别着急啊 我马上回去 好嘞好嘞 来了来了 梁子来了 哎 爸 爸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你快下车说 快下车说 你怎么还弄得神神秘秘的 哎呀 我又给你搬了一下酒 等着我给你拿啊 哎 我哪还有心思喝酒啊 咱们有心思 快点吧 快点 妈 帮我关一下啊 哎 哎 爸 你跑什么呀 你这 来 快点 天天 我在你家附近的咖啡厅 你过来一下 我有事找你帮忙 嗯 你快点啊 梁子妈 不好 咱们家出事了 咱们家又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我都知道 又吵架了 妈 爸 不是我说你了 都这么大岁数了 都当姥姥姥爷了 吵什么呀 我跟小林都不吵 你看给我爸气的 在楼下就一直叹气 不是 不是 不是我们俩吵架 儿子不是我们俩吵架 那 那是什么呀 你快跟她说吧 爸 大白天的你别吓唬我行不行 你就说呗 到底什么事啊 你问你妈 跟她说 妈 您告诉我 你姐 你姐跟我们说 跟我们说 你姐 可是我来说吧 我今天让你妈去问你姐 你是不是因为有外遇了 才跟腾飞离婚的 对 我姐怎么说的 你姐 你姐说她没有 她绝对没有外遇 那不是好事吗 妈 你下操什么心啊 可她说 朵朵不是腾飞的好事 爸 你刚才说什么 她说朵朵的爸爸不是腾飞 朵朵的爸爸是 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 我忘记问名字了 不可能吧 还没洗呢 我压压 这事可不能开玩笑啊 不是开玩笑 千真万确你姐说的 你让我盯着腾飞 只有你能帮我了 我得怎么盯啊 你想办法帮我摸清楚 朵朵到底在哪儿 什么都不用跟腾飞说 把具体情况告诉我 我心里有个数 就知道该怎么跟她谈了 行 那我现在就去 我去哪儿啊 先去腾飞家找到朵朵 好 别着急啊 停车你啊 刚刚那么一滑就过去了 是往他车走呢 不好 不能回去送设备了 去你刘婶家 干嘛呀 好像啊 你刘婶家的目标已经暴露了 不能吧 行吧 这是什么地方啊 离你刘婶家近在之时啊 肯定是他们发起目标的 那怎么办呢 你这样啊 你迅速地 在这儿兜一大圈子 甩掉他们 然后辗转进入 你留审他们家小区 不办法 然后呢 悄悄地潜入你留审他们家 火速地接走朵朵 行 那接完朵朵去哪儿啊 你家肯定回不去了 那这去你们家 我们家啊 那行 去我们家没问题 行行 就这么多啊 咱们速度稍微快的 好了 速度稍微快的 好 好了 来 走 不知道朵朵现在怎么样了 想不想我们 有没有多喝点水 有没有多吃点水果 老头子 要不我们给腾飞打个电话 问问吧 怎么了 怎么了你 这 疼 来 让 让我看看 疼你 来 张大嘴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怎么了 话浓了 我想我是刚才成的 给家人 但是你希望能打发 你这个打发 好 哎呀 没事啊 你 就我婶都不知道我家住哪儿 你怕啥呀 咱们谨慎点 小西屎的万年船 别因为一点小说漏了 功亏一篑 那咱们就全盘皆输了 行 行 行 我去 你这样 一出去一轨弯不有个超市吗 嗯 你把车停到超市那个停车场 停 停那儿呢 那车多 不容易被发现 快去吧 行 那你先待着啊 嗯 这床里面都用 我的天哪 这叫床啊 这 哎呀 这美女上面有丑蜡子 都是香车配美女 这是丑蜡配美女 是暖的 别给你这哥呀 找人 要没个嫂子 是门管的 哎呀 我天哪 睁眼 让女儿舒舒舒舒的躺着 没欠去了 没欠去了 哎 哎呀 太棒了 女儿 真好啊 谁得 谁得这么香啊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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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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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什么呀 跳吧 跳吧 真贵真不晚 哎呀 我的天 你上海了 真是的 哎呀 哎呀 能完成这个样子 哇塞 哇 哎 宋长啊 这家呢 你 你到大成这家来他 帮着收拾收拾屋子呗 这单身单青年 这家里头难以下脚了 你来拯救拯救他呗 我也在这儿呢 我在这儿等你啊 好嘞好嘞 哎 好 再见 哎呀 我的天 说 什么 什么 你收拾 你收拾 哎呀 你收拾 我收拾就完了 你收拾什么 你收拾 你看你这儿园 哎 这是是是 这个人住的地方吗 这 不 你怎么 我不是人呢我 一进这儿我就怀疑了 你说你住这儿不难受吗 我 我住的挺好 行点事 你别动了行不行 一会儿小宋过来 谁 宋小慧 谁 不是他来干啥呀 帮你收拾房间呗 不是我自己好好收拾就完了呗 就行 你小点事行不行 不用他收拾 你看你那个样 他来能怎么着啊 凡是认识你们俩的人 都认为你们俩特别般配 般配啥呀 我跟你说 我俩早就说好了 没感觉不来店 就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你看你紧张那个样啊 他来帮你收拾房间 又不是嫁你来 不是 那说好啊 他来是帮你忙来的 忙是顺便帮我收拾房 对对对 先收拾房 反正这次这么想我心里就平衡了 完了嫁给你 你 别紧张 别紧张 这样 那个你别动了 你别动了 你别动了 一会儿 一会儿你别动了 你别动了 孩子睡觉的 我那些回去一趟 给躲着拿点东西 那这我说你呢 不不不不 一会儿睡 一会儿我就回来 行你慢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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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啊 是我 婷婷啊 宝贝 跟着挺紧的 老哥外不下等你白天了 半段跟丢了 什么丢了 没事 没事 瞎说 请上楼 这么晚了我就不上去了 老唐 你听我劝你一句 扶你劝 请转告麦子 我是不会让步的 唐飞 麦子这么多年一个人有多不容易 你知道吗 我知道他不容易 我也不容易 我不能让步 我一让步的话见不着躲躲了 你转告麦子 我会照顾好躲躲的 上楼吧 不上 那行 请坐 我陪你在这坐 不是你 想喝点什么 我上去给你拿 快点来看嘎 守 中文字幕志愿者 哎 大城大 躲得怎么样 可好了 回来就睡了 你怎么那今晚回来吗 我呀 晚上去不了了 现在 我们家屋外边啊 全是你婶安插的探子 什么 天天刚走 我要是去的话 他们肯定会尾随跟踪 那 那 那你今晚你别回来了 你放心 躲躲我能看好 今天晚上行啊 可是 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不是 那 那怎么办啊 我呀 有这么一个主意 我跟你念叨念叨 你听听行不行啊 好 你说 我呢 想把你腾爷腾奶啊 请到北京来 然后呢 在你婶家隆重地露一面 假装想孩子 然后把孩子带到顺城去了 他们会不会就不跟踪我们了 对啊 然后 你婶会不会一下就懵了 能 然后他们就不会再找躲躲了吧 那肯定不能找了 要找也得去 也得去那个顺城找去啊 还有我非说啊 那爷爷带走孩子几天 那他也什么也说不来啊 是不是 那爷爷奶奶想孩子了 带回家就看孩子看几天 那是天经地义的啊 知道这叫什么创意吗 声东击西 行了 不说了 我跟你腾爷打电话 那就这样 哎 爸啊 您睡了吗 没有啊 正泡脚呢 您想躲的没啊 嘿嘿嘿 能不想吗 那个麦子回来了还挺好的吧 挺好的 挺好的 我心想您要想躲的的话 您给我妈到北京来一趟啊 行啊 反呆的也没事 坐动车就过去了 不过你妈去不了啊 人家街道正牌节目呢 她还是主力呢 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那您就自己来吧 行行 明天就过去啊 哎 那您早点睡啊 啊 好了 好了 哎 来 声东击西 怎么了 你说什么 你说话我怎么听不见了 哎呀 不好了 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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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聋了 你爸爸说话我听不见了 什么 我怎么能听见你说话呢 哎呀 是你的嗓子坏了 哎呀 你 你嗓子疼是吧 你嗓子说不说坏了是吧 你嗓子说不说坏了是吧 去医院吧 去医院吧 去医院 去医院 嗯 别比划了 去医院吧 你等我换身衣服咱就行了 哎 好好好 准备一下 去医院 去医院 这我原来是我儿龙了 原来是你嫂子我 走走走走 麦子 李先生 我们吃猪饭了 请慢点吃 哎 大肠子 接到你藤爷了 你这样啊 我说你听着就行了啊 你呢 把你藤爷 拉到你非婶那去 隆重地在乔家落个面 让他们知道 你藤爷来北京了 想躲躲了 来看孩子了 就完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嘞 咬得太好了 哎呀 谢谢 大神啊 啊 往哪开 直接回家呀 啊 那个我非叔叔跟我说 那个先送你回家 说你肯定是挺长时间 没见到我瞧老爷了 肯定想着了 嘿嘿嘿 我想他 老跟我猪王 嘿嘿嘿 行啊 我先给他挂个电话 嗯 喂 喂 爸 是我麦子 麦子 怎么你接电话呀 你爸呢 我爸在医院呢 我们全家都在医院 都在医院呢 我爸病了 嗓子疼上火 说不出话来 说不出话来了 什么时候得的病啊 一大早呢 是啊 哦 那得抓紧看看 我认识一个相声演员呢 人家他那相声说得挺好 结果后来也是 嗓子说不出话来了 一查你说怎么着 哎呀 是不好的病 你爸 不是吧 不是 没那么严重 哎 那就行 那就行 在哪个医院呢 嗯 人民医院 哦 行 那我去看看他家 不用了吧 你要来看他还得从顺城坐火车来 太麻烦了 哈哈哈哈 已经到北京了 现在就在车上呢 行了 先挂了吧 一会儿我就去了 好了 嗯 从非的爸 已经到北京了 要来看你 嗯 乔老爷病了 上人民医院 看乔老爷去吧 嗯 到前面富士店停一下 在这儿买点水果 你干什么呢去啊 上厕所呀 嗯 嗯 那你干嘛去啊 到底看病了 爸爸 哎 别急 别急 哎 哎 啊 疼追他爸来了 你没法给人解释 好 没事有我们在 我们听你解释 你说不出话来 我们听你说啊 那总得要看病啊 嗯 嗯 你不看了 哎 爸 哎 老头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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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水果吧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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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谢谢 这尴尬不嘴除不来生啊 这可真够遭罪了 那大夫怎么说确诊了吗 还没呢 我估计就是着急放火急的 他说啥我一点也听不清啊 我去看看他 他说他有点事先走 那赶快跟上他呀别摔着 这叫跑着快呀 不对呀怎么见我像见鬼的事情 我还得上他们家去看看躲躲呢 我呀 等着等着我 你跑这么快干什么玩意你啊 你看躲躲你去我家呀 我上你家干啥去 躲躲在我家呢 躲躲在你家呢 你看我跟你说 等会儿啊 电话 我飞叔 喂 飞叔 大橙子 你在哪儿呢 我爸看着你瞧老爷了吗 看见了 这不在医院的吗 嗯 怎么跑医院去了 我不是送我那个 腾爷去乔老爷那儿吗 然后路上给乔老爷打了个电话 然后就说在医院呢就过来了 谁病了 我乔老爷 嗓子疼 然后这话有点说不出来了 要紧不要紧呢 大夫怎么说的呀 不知道啊 见到我俩他就跑了 跑了 那你飞婶看见你腾爷来了吗 看见了 那这样 你把你腾爷送回去 回哪儿啊 送他去火车站 然后呢买这火车票 让他回顺城 再然后想办法让你飞婶知道你腾爷来了 很快回去了 就完了 明白了吗 那我明白了 就是快点把我腾爷送走呗 是不是啊 行 等等等等 过 你什么玩意你这是 我刚来你就叫他把我送走啊 你搞什么鬼 你葫芦里卖的啥药啊你啊 不是 爸 我一时半会儿跟您说不清楚 您配合我一下好不好 您就走就行了 我配合你什么我不配合 你不说清楚我不走 你赶快上这来 陪我去上你老站上去 怎么我一来 他像见着鬼就跑了你 你快来啊 我在等你 来不走 就在等着他 赶不来 妈 妈 你怎么了 爸 妈 快看我妈怎么了 慢点慢点 妈你怎么了 我突然疼疼 眼睛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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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看不清楚你们的 看不清楚了 妈 爸啊 去医院 去医院 爸 你等我一会儿啊 我头子我是怎么了 我这是怎么了 娘子 娘子 那个妈眼睛不舒服 我带她去医院看一下 爸 一个人在家 我不放心 你赶紧过来啊 快点啊 快点 爸 你别跟着去了啊 你在家等娘子过来啊 你注意点 小心点啊 慢点 慢点 蜡蜓 你的肉